今天目的地是Pacific Bayouret Regional Park 沿着16街駕駛,向西走UBC方向走 经过Dumber街 对面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方向的入口 或者在前一点 这里也有巴士来到 其实有很多入口 我们通常来到这里的入口 这里就是其中一个入口 附近这里有得泊车 那你就在这里 或有位就在泊车 没所谓的 这里 16街駕Cesame 街就会有这个整式的入口的排 我们就在这个红店里 我们今天就会沿着这条Cesame 一直走 走到这里 这里是King Edward 这里是十六街 入口这里有一个很小的洗手间 也算有了 也算有了 在这里直走也可以 转右走也可以 现在这里就开始Cesame Trail 路是现在只有一条 不会走错 我们又看到一块这样的了 不知你可以摸一下它 它其实很硬的 但是你按进去就好像有些水分 我介绍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跟着走走 我觉得夏天也好秋天也好 这些都是我平时走过的地方 而且建议大家很安全地走的地方 也适合很多年龄层走的 前面就会有一条梯间的 今天是星期三 真的是平日 所以人不是很多 这就是那些溪间 少少水 它就说是有些生物在这里住的 这里有个牌子 它说有青蛙有水蟑螂有蜂蜂有蜂蜂 有蜂蜂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就是不要让那些狗不断搅拌 它都其实是困难的 但我又没见过 可能有的 要认真看一下才行 但是水内温溶间 它的水是流动的 才不是死水 它温到扒遮远 走体温通的 一直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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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先 spel边 Neo 这个部队 其实水也很干净 看到底的 很浅水 所以叫做Stream 这个部队ood都有水经过的 不是干燥燥的 在这里会住很多年 这也是枯树 没东西了 再和大家看看 这条路叫做Huckerberry Trail 这个区域很大 是regional区域 它也算是可以的 周围都有牌 也都告诉你 要离开还是不离开 我们刚才行的 叫做Huckerberry Trail 这条直行的 这条叫Top Trail 而你继续在Huckerberry Trail 走的话 就会去到16街 这个会不会更清楚 我们现在在这里 我们正在这里 我们正在这里 我们再继续走的话 就是16街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进来的时候 就在这里 有个洗手间 走到这里 转过去这里 转过去这里 其他那些 Deer Fern Nature 我们都走过 Hemlock 其实我们以前 全部都走过 这条Imperial 很晒很晒的 Power Line 又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遮挡的 所以都不介绍你们了 其实Cesame 就可以在我们刚才进来 一路走走走走走走走 通常走到这里 就半个小时 走回头 又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再下去 我们都走过 但是 又是很晒的 很光很晒的 就一般的 我这里全部都走过 以前 所以今天 只介绍这一段 这一段下来 这一段上去 那我们一会儿 就会 从这里走回出来 走回来 走回来 Council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 就是 也是一条大路来的 很宽阔的 有些座椅 但是有很多狗 我就不想 不想走 我们平时 有时就这样上去 我们拍车就在这里 OK 这里有一个特色 就是有很多人走狗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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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下来 最多可以带6隻 最多可以带6隻 不可以带6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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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是需要排的 需要排带 帮你带狗 它是逐家逐户 它是逐家逐户 你付钱它之后 逐家逐户 就可以和你拿狗出去走 这地方就是 这里的特色 可以这么说 好了 现在走回来了 Huckerberry Trail 我们走回来 我们不要走光 可以转弯 走回来 又是经过这个 好了 回到direction 这一条是sesame 这一条council 两条都可以 随便来 这里可以切换 你可以切换 一半 在中间切回来 到处都有地图 刚才遇见一个朋友 他提醒我 有一个apps 叫alltrails alltrails 这个apps很好用的 你去到这里 它便会找到这里的地图 去到这里 或者你可以预先稳定 或者是之前 你可以做一些准备功夫 因为他将这个 这个park map 全部都给你 你可以设计一下 你想走哪里 长也可以 短也可以 容易也可以 难也可以 但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 不要紧 只要你在家里 下转好这个map 下转好apps之后 你便现在开了它 它便立刻会知道你在哪一个方位 然后就告诉你 你附近的路是怎样的 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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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非常之方便 那你就不会挡失的 用alltrails 这个apps 和google map 都是很方便 这里全部收到 不用怕 我们依然都是沿着 Sesame Trail 你看看多宽阔 我刚才说过 这条trails 十分之好行 没有斜路 而且很阴凉的地方 很凉的 这只狗子 叫Robin 是我的狗 他便要逛逛逛喝酒 我便带了些饼干 饼干 饼干这是我做的 你看看 饼干是我做的 饼干是我的 饼干是黄姜粉 黃薑粉對於老年的狗是好 我平常喝很多水 又要帶牠的食物,又要帶人,又要帶小狗 這樣才行 讓牠喝完 狗仔來到這裏很開心,因為可以選擇 牠不一定要綁住 學走這些公園的話 比較偏見的話 to start with 也對 連我上次介紹大家的Los Lacoon 有些城市的景,有些不同的看法 那裏有些眼睛,鴨仔 這裏是沒有的 這裏反而會有少少的溪間 我想,初初走的話 或者吸黑新鮮空氣,這裏都會享受 這裏是Pacific Spirit Regional Park 這裏很多Regional Park 我告訴你,牠們都是很遠的 有些是Delta,有些是Suri 有些是Desk Island 這裏算是在溫哥華 是很方便 如果你說由東區,例如我住那裏 Fraser街,出發去到這裏 只不過是二十多分鐘 一條直路就去到 沿著16街,一條直路去到 算是這樣 起碼不需要去到第二個區 就是Delta那些地方 那些就太遠了 這裏算是很容易來得到 這裏可以從事很多活動 可以跑步、慢跑 什麼時候都可以 我剛才說過 如果橫芬來的話 就要噴好蚊帕水 還有單車 所以這條直路是會有單車的 所以走一下就要小心 不過牠們是駕駛得很慢的 老實說,如果你有單車的話 你可以去Stanley Park 很多地方有靚 不一定會來這裏 所以其實單車不是那麼多 單車的數量不是那麼多 那這裏呢 你一個人走的話 都算是OK的 算安全的 因為有其他遊人 又不是那麼僻靜 北邊那些 西北那裏呢 西北那裏 在Headquarters那裏轉右 有一條路很僻靜的 什麼都沒有 什麼樹都沒有 曬到死 剛才說的 Imperial Power Line 那些全部都很曬 所以我就不建議了 好了,又看到路牌了 路牌就說 直走就是Sesame To Imperial Road Imperial Road 我剛才說過 就是那條很曬 好曬那條 待會拍給你們看一會 一會兒 轉右就是Council 你可以沿著Council 翻上去也可以 Council也很闊 它的好處就是有些椅子 但這條Sesame是沒有椅子 沒有椅子坐的 Council就更闊 是有椅子坐的 好,我們現在吃 再繼續走 繼續走 這裡有一個Intersection 有一個Intersection 平時在這裡 我告訴你很好笑的 有很多人在這裡聊天 因為它是上下左右都可以走 一個大的十字路口 這個大的十字路口 左邊就是25階 King Edward Avenue 25階 我有時就在這裡進來 也是路旁那裡拍車就可以了 左手邊通去25階 我們從16階來 這裡通去King Edward Avenue 右手邊就是Imperial Trail 總之你現在這裡 這裡你看到很陰 一路走都是這些很矮的樹 很矮的樹 曬得你傻 我不可以跟Robin夏天走 因為曬得他傻 亦都沒有東西好看 當然沒有所謂 年輕人 好了 這個Intersection 走回來了 那繼續走的呢 繼續走就是 繼續的Sesame 繼續的Sesame 為什麼我今天不走呢 你們可以走的 是OK的 但就沒有那麼多樹蔭了 沒有那麼多樹蔭了 就比較曬的 那裡是小鳥 這裏呢 就是King Edward Avenue的入口 對面也是這個區域的 對面也是這個區域的 這條條路我們都走過 但也不好走的 這個區域實在太大了 對面有條路的 又可以走的 又可以走的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就是 King Edward Avenue 就是25階的入口 你們都可以在這裏 不用一定在16階入 其實這裏已經不是25階 它是25階入 但是呢 它轉個彎呢 轉了進來就變成29階了 應該不會認錯的 基本上就不會認錯的 它又是有一個這樣的牌 又是有這些牌 又是有這些牌 這裏的地圖 如果是便宜一點 你可以拿一份這些地圖 這裏我家裏 不知多少張 這裏 這裏是部分的地圖 打開它 打開它 跟著你走 就不會錯的了 直行的 這個入口直行的是 就是Imperial 我說過了 好曬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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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左手邊呢 就是Sesame Sesame 是很長的 那右手邊呢 我們就走回頭了 我們剛才在這裏出來的 明白嗎 那這裏呢 就有些雞尖 我們現在走回頭了 走回頭 你可以走到你 在這裏 走回頭就可以 繼續走 繼續來的 Sesame Trail 有時呢 你們不要介意 走回頭 因為我們剛才 這一個景 是背著我們的 是背著我們的 所以我們看不到的 那走回頭 我們看另一個景 那又是剛才的牌 這裏呢 如果你在25階進來的話 左手邊這裏就是Council Council也挺好走的 闊一點的 有座椅 有座椅 Sesame 基本上是沒有座椅 沒有座椅 行Council也可以的 Council 就多些狗 多些狗 多些狗 比這裏 因為很多人都選擇行Council 剛才說到 就是這個部分 分開兩角的 中間是16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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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UBC的方向 它分開兩邊 一邊就是西北 西北 西北的呢 就會帶你走到 Spanish Benz Spanish Benz Spanish Benz 海灘 那裏 然後呢 10階 就分割了 總部的總部 就是Regional Park的 Head Quarters 或者是Visitor Center 就在西北 西北 就是說我們剛才 向UBC的方向 我們就轉左 進來這裏 如果你多走少少 轉右 如果你不轉左的話 即走 走多少少 轉右呢 就是看到 這個地方的Head Quarters 或者是Visitor Center 其實呢 這個入口呢 就是正正在 十六階 和Sesame 這條街那裏 所以這條trail 叫做Sesame Trail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呢 西岸的地方 都有一個特色的 就是很多這些Moss 你覺得不覺得 好 如果晚上看很恐怖 那它呢 就吊住 你摸一下它 好有趣的感覺 好像一些鬍子 很多很多 那因為呢 比較酸性 還有呢 比較濕的這裏 西岸的樹 它整棵都生了 Danny Park有很多 那好了 記住了 這個就叫做 Pacific Spirit Regional Park 西區來西區 西區 在West Side 溫哥華的西邊 在UBC 未到UBC之前 在市區裏面 有一個這樣的地方 已經是很好的了 我覺得 提一提大家 這條路呢 最不好的 就是有間車 跟你共享這條路的 那它的方向呢 可以在你後面 可以在你前面 可以在你前面 它不是單向的 不是單向 就好像你走 那樣 你都可以 調轉來走的 走 去哪個方向 進來的話 都可以的 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走很短路 可以走一個小時 可以走半個小時 亦都可以走三個小時 我上次和一個朋友 就走足三個小時 我一天會發現 很多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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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身掉下來的木 它就可以生的 嗯 吃得意 好 那當然 走回頭 又是剛才那條路 嗯 這兩個人走過去的 就是 Council Council Trail 那這邊呢 就是我們剛才走出來的 那 Huckerberry Trail 我們直走回 直走回出去 是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好了 今天的介紹呢 又是這麼多了 今天就介紹這個 Pacific Spirit Regional Park 那下次再見 那下次再見 訂閱我的頻道 Nendeluk頻道